大家好,欢迎来到敲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尖椒鸡蛋最正宗的做法 这个尖椒是婆婆在家自己种的 在城市里面很难买到这种尖椒 首先把洗净的尖椒去籽 然后再把尖椒切成细丝 取一个碗,打入两个鸡蛋 搅散备用 锅内加入油,把油烧热 加入小葱爆香 再加入切好的辣椒丝 开大火翻炒 辣椒炒至微微变软 把蛋液画圈倒入锅中 蛋液凝固之后,给它翻下面 然后加入食用盐 翻炒均匀之后出锅 装入盘中 好了,一道非常开胃的尖椒炒鸡蛋就完成了 喜欢吃尖椒的朋友,赶快动手试试吧 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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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